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的高大区 欢迎来到 欢迎学的高大区 我是花椒 今天我们来看 小鲁班机甲师系列的 面镜游击式 封面这个造型 看起来还挺酷的 那它的表现怎么样呢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这款小鲁班的 面镜游击式 我们就完成了 它由542片零件组成 分为了11个布置包 完成后的成米尺寸 长度为15.5厘米 宽10.6厘米 高20.8厘米 整体规模 看起来还是非常大气的 头部使用了特殊开模的零件 印刷细节也还不错 除开头部的印刷 其余部分的图案都是贴纸 贴纸与砖块之间 几乎看不出任何色差 契合度非常棒 部分贴纸还做出了雷射反光效果 看上去十分不错 并且身上还有一些磨砂质感的电动件 零件质量也很不错 它整体巨颗粒化做得非常棒 而且裸露在外的光景零件也很少 大部分都有盖板遮挡 并且对整体活动性的影响也很小 肩部有两个可以发射的装置 头部有两段吸引关节 肩甲可以抬起 整条手臂有五个吸引关节 来确保它的可动性 手指也是特殊开模的零件 并且都可以活动 打开背部的盖板 可以看到也有一个吸引关节 腰部可以这样转动 在胯部和膝部是两个纤维关节 脚腕有一个球形关节 一腻也活度到位 三角粘力也是能做到的 配合手上的流行锤 也能摆出许多帅气的姿势 这款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摆在桌面当摆剑也是相当帅气 而且小鲁班出机甲 当然不会只出一款了 机甲师系列还有多款日记选择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这里是坏学的勒高通路 火花椒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